北极地区有多神奇 动物们的颜色大都呈现黑白灰 而天空却能是彩色 因少有人类涉足 浮冰笑容的夏季 我们能看到白金群游到潜水区 它们在石沙上翻滚 扑腾去死皮 作为高智商动物 它们很注重个人卫生 而这群会飞的阿德利企鹅是海鸭 这货是北极大陆上天赐的自助餐 起飞的小海鸭 一旦飞不到海边 就会原地给北极湖加上一餐 内行人一看这北极湖渴望的小眼神 就知道它时常吃餐饭 而海鸭们的蛋蛋 也是当地土著的食物来源 毕竟在北极冻土上种植还不能实现 它们会抓住夏季无冰的海面 来狩猎一些大型动物 用鱼叉绑上符飘插住猎物 防止逃脱 再补上几枪 狩猎一次 就够它们吃上近百天 住在冰原上的人们 延续英纽特人的传统 养着迅鹿和翘犬 不到万不得已 它们并不会吃迅鹿 而是穿它们的皮 在屋内吃着冰冻腌制的生鱼片 迅鹿吃着雪底的小植物 每周都会为了迅鹿而搬家 就像大草原一样 一周换一个地方